大家好,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六祖谈经 第二次的说法 刚开始先把第一次的说法简单再提一下 第一开始我们学佛是学什么 学到成佛嘛 要成佛是怎么成佛 要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元 在因地的时候 我们现在到成佛地都叫因地 因地的时候要用意识心去改变意根 然后意识建议意根认同如来藏水眼 意识所做的任何的决定 都种子起现行 都是种子起现行 然后现行的薰毁这个种子又回到仓库里面 或叫第八式 或叫回到如来藏 里面的种子是会变清净的 然后这个依着这个种子又留住回来 第六四也清净 第七四也清净 第八四也清净 然后下辈子又依着里面的荷叶骨 又变出五因参 又有下辈子的身体 下辈子的身体的第六四又进一步清净 然后如此次第一直成长 所以到六 第六四六七因中转 第六四先要转成清净 相对的也改变了第七四 所以叫致敬其意 所以修行直到成佛都是八个式的运作 把八个式的运作 所有的功能都发挥出来 这个就要叫做七种性质性 与七种第一异地 这是任且经所说的 所以修行全部就是从了知 你有八个式 然后直了成佛 不是你开悟了就直了成佛 是你从直接了当 直到走到成佛 才这样叫八个式 所以直了成佛 不是说你一开始 明心见性的就成佛了 不是了 是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但用这个新的八个式的运作 直到成佛 所以谭经我们把它简单再回顾一下 前面上次说的菩提自信本来清静 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是说我们菩提的自信 有变出了八个式 变出了每一辈子的吴云生就有八个式 可是呢 如来藏第一次的自信 就是自信清静心 寒藏染污的种子 要把这些染污的种子灭除 然后染污的种子有两种 一种就是锁字杖 一种叫做烦恼杖 然后次第把这两杖灭除 二圣人就先灭烦恼杖 然后菩萨人就要二杖一开一起灭 也灭烦恼杖 也灭锁字杖 然后直到次第成长 这个就叫 然后在六七阴中转 五八果上元 直直的这么走 直到三大阿甄之间 怎么叫直直的走 这一辈子完了 走就续下辈子 然后下辈子又续下辈子 是不是每一辈子都有一样 都有一样的是 第七世都是一样 第八世也一样 所以你的七八世 永远都是你自己的 都没有变 然后下辈子的五印生不一样 你的前五世跟义世又不一样 然后这样一辈子 接续一辈子 无间断的这样学校 去直到成佛如此 接着我们说第二个 慧能一文经语 心迹开悟 就是慧能一开始 在客栈里面听人家说 金刚经的时候 心迹开悟 就是说他平常就有 思维八个式的运作 他就有一点知道了 然后到今天要走的 等他老师直接讲他 到应无所住 而升其心的时候 就言下大悟 所以从六祖谈经来说 他这边是大悟 前面是简单的开悟了之 这个也是 所以他六祖可以从 说他平常就有八个式的运作 有知道有一个自信清静心的 然后第三个 他来见吴祖宏忍大师的时候 说唯求作佛 不求余物 所以学佛人就要发这种愿 学佛人当发愿 唯求作佛 不求余物 如果你不发这个心 你也没有办法去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的愿 基本上就是也要发 唯求作佛 不求余物 不是去那边度假 第四个 我弟子自信常生智慧 不离自信 既是佛典 什么是自信 什么是福典 就是依着你本来自信清静心 能够发起的清静的这些法 什么是清静法 跟善法相应 所以善法就是善是一 所以有无精进修行 我问你有精进修行 你要说有 有禅有愧有信心 无贪无称等三根 精进清安不放异 行舍不害善是一 所以善是一法就是无漏法 然后再进一步把它转移 恶空人物 一恶圣人的人物 大圣法的法物 所以恶空真乳 所以要转成恶空真乳 那才叫做福田 所以第五个 世人生死世大 你们终日只求福田 就是福田只求福报 以善法 身三口是一三页 依着这十三页 虽然这个是福田 可是最多就到天上六欲天去享福 所以不求处理生死苦海 自信若迷 若迷雾的自信 若迷了自信 符合做可救 那个福报也没有办法 救你在三界里面 还是一直轮回 所以为何福报不能出离开三界 因为要转移恶空人物 所以你的福报再好到无色界 有八万大姐的福报 还是会掉下来 所以如此 第六 施量既不重用 见性之人 须言下须见 若能如此 轮到上阵 意得见之 这边比较大家比较会有问题 施量既不重要 就是说明心见性的人 他轮到上阵也得见性 施量既不重用 见性之人是言下须见 什么叫见啊 什么叫见 这个见就叫做了之 所以说 如何见之有真如心所在 你现在你体会 你只知道 我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意是 然后到这边你可以察觉得到 请问你有没有办法 察觉你的意跟第七事跟第八事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的 在凡夫地基本上都没有办法 可是我们可以用笔量知道 我们睡早了 前五事跟异事都不在了 可是呢 我们还会去醒过来 我们还是活人 然后我们去做身体检查 开大刀了 我们必须被麻醉了 然后麻醉的时候 一二三四就睡早了 就不知道了 然后呢 睡早了就不知道了 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开刀了 你也没有痛 也没有苦 可是呢 要醒过来 就要开始打你的屁 打你的那个屁股 打你的脸 让你赶快醒过来 醒过来的时候 就有意识在了 意识在的时候 所以代表 你的意识会醒过来 是不是里面一定要有 人 要有第七事 第八事 生着阴眼 生出你的意识 或前五事 所以这一种观念 就叫比量 所以我们要现观 这句话叫现观 从威士学就叫现观 你要能够现观 第七事 第八事的存在 所以因为我们能够现观 七八事当在 配合运作 因为真如无相 心法无形 就是第七事 心王法 第八事 也是心王法 它是无形无相的 你的意识 现在能够说话 请问把你的意识 拿出来 让我看 我帮你安心 有没有办法拿出来 所以会口 神官为我说 我寻心 我的环瑙心 都找不到 所以达摩说 我帮你安心好了 所以安心三法 是什么 心不动 人无我 法无我 所以达摩 神官会口 就是依着法无我 而不是被安心的 所以了之 这一切本来 自信清静的 你本来就没有烦恼 不跟烦恼相应 你在烦恼个什么 这个就是达摩 为神官会可安心的 就是转移 恶空人无我 的法无我 了之自信本来 自信清静 所以轮刀之人 意得见性 是说 依着意识心 去了之 背后有一个 第七世跟第八世 然后第八世 他必须本来 自信清静 才可以随眼 变现出一切万法 所以他是清静的 不跟杂染法相应 所以现官 维世学的现官 是依着笔量 而了之 第七世 以第八世的存在 是用意识的笔量了之的 接着我们看 第七宋的神官 就是说 神官身入菩提世 心入明镜台 死死情福世 戊死有成安 他就是以意识心为主 他站在意识的角度 身入菩提世 心入明镜台 死死情福世 不要让他有尘埃 这个就是我们的 意识心的一念不生 就是说 你禅定的时候 身入菩提世 心入明镜台 死死 只要有念头起来了 你就把念头拿掉 不要让你起尘埃挂内 这个是标准的意识心的 一念不生 参禅人要以这个念头再往前 所以为敲门端 向前一步 去断我见 二圣人的断我见 然后大圣人的参禅明镜 所以跟这个闭关残谎 外喜出眼 内心无传 或是内心无罪 罪不安的罪 心入墙壁 可以入道 可以入道 入什么道 入解脱道 或是入菩萨道 解脱道就是 依着身空真如 菩萨就依着法空真如 所以残门就叫 白尺肝头再进一步 第八个 刚上次我们说 达摩印心 是依着试卷的令穴筋 可以印心 然后呢 五组之后 就改成金刚经来印心 也不是为专门 为六组 因为他不试字 对文字不认为了之 才为他改的 是原来依着经文 六组谈经的说法 是他早就用金刚经了 因为金刚经比较 大家中国人都比较懂 然后呢 弄切经毕竟比较难 所谓印心就是 你知道八个世的运作之后 对八个世怎么运作 然后呢 他的功用是什么 上次有提到 所以怎么样 所以菩萨五法三自性 八世二五我 七种性自性 七种地义地 就是把八世全部的功能 他在这边把它提出来 所以菩萨五法三自性 就是明 相 觉想 正志 如辱 我们了知个大概就可以了 因为菩萨五法 就是在明相上 了知了这个明 在马上立个明 在这个相上立个明 所以明相 觉想 有一个正确的了知 就叫觉想 正志的了知 然后说叫做正觉 明相 觉想 或觉想也可以翻轮正觉 然后呢 正志如辱 依着真如而了知 而生起了一个正确的智慧 然后在明相上 就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觉悟 正确的觉想法 所以这样子就叫菩萨五法三自性 所以就能够在一切的 依他其性的明相里面 依他其性的这个相 然后呢 不掉在这个明相的明 而依着明又生起新的遍际直性 所以在依他其性上 远离的遍际直性 就是原成实性 所以你就能够依着正志如辱 而生起正确的觉想 正确的观照 正确的现观 这样都可以 然后所以八个世都是依着八世本来 第八世能够随眼变现这些世间的一切 他本来就是人无我 法无我才能够配合 然后可是变出了我们的 第六世跟第七世的时候 第六世 第七世又一头攀岩 第八世为字内我 一头又驱使前五世为现在我 他是巨生的我子 这没有办法的 意识也有分别我子 也有巨生我子 然后他看到世间的明相的时候 又会很快的生起遍际直性的我 所以这边要远离 所以八世二五我 意识会有这个 可是意识为什么要生出这个前五世跟意识呢 因为才能够修行分别嘛 可是修行分别的时候 就会掉入遍际直性的分别 所以有我持我见 所以要远离遍际直性 所以在依他起性上 远离的遍际直性就是原成实性 然后八个世都有这种功能 能够每一辈子依着种子去现行 现行薰种子 又如此直到成佛 所以就知道第八世 他有七种性质性 叫做极性向大种因缘成 这以前有歌曲也都学过 我们知道整单音就可以了 极就是极善恶这些种子 性就是各种能够出生各种状态的这种影像 变种方向 然后像就是各种的形象 能够变出这个法像 他有每一个都有他各自的特性 所以然后大种性质性 就是说他能够依着地水火轰 四种大种性质性 而变出这世间的一切万法 所以我们说如来藏有 能够变出外四大的这个三额大帝 吴应生还有内四大的这个心法 所以大种性质性 然后接着因质性 原质性就是说你在三界里面学佛 就你有学佛的因 那最后能够成佛的因就是如此的 然后你学的是二圣法的因 那当然是成阿罗汉的国 然后原质性就是这些配合的因缘 祝缘最后能够成你学什么最后 能够成为诸法之实性 就是圆满你成就诸法之实性 你来学佛最后让你成佛 你学阿罗汉让你成阿罗汉 你去做二事当你成就 你去做三恶道的众生 你学善忍成就你到天上去做三善道 那如此就是急性向大种因缘成 在修行的过程中 你依着了知开悟民心 了知新的境界 就是八个式的运作这种境界 就叫新的境界 然后次第一直成长 然后了知生起的智慧的境界 新的境界 慧的境界 智的境界 然后见的境界 就是到出地菩萨 对大种性自性的境界 能够更一步去了知 然后进入心慧自见超超佛 超恶见超子弟 超恶见就是说 不掉在生死阴阳 来去这个两个对 然后超子弟就是要到十地菩萨 超越十地菩萨 就是等觉 然后佛制到境界 你到八 所以七种性自性的功能 你依着菩萨人 了知了七种第一地 而次第成长 这个就叫七种性自性 对着七种第一地 然后这个就是次第成长 这个就叫从一头开始的菩提自性 本质清静 但用此心 知了成佛 就是这样成佛的 然后每一辈子就开花不一样 到每一个境界 菩萨的五十三阶 从十性 十柱 十醒 十非向 次第成长 接着我们继续从上次讲到 那个六五祖说 五祖告诉那个神秀大师 说无上的菩提啊 必须原下是自本心 见自本性 真如本心是不生不灭 于一切时钟念念自见 万法没有自爱 一真一切真 万净自如辱 如辱之心就是真实 若是能够如此见 就是无上菩提的自性 所以六五祖都是该告诉 神秀大师说 你的这个忌啊 都是在说义士啦 没有说到第八世 所以你的心只是在 死死情福 是物死惹尘埃 那第八世是本来的 第八世 他的自性是不生不灭 一切时他都没有停滞的 你的意识心是会有停滞的 所以他睡觉的时候就没有了 可是呢 自性是一切时钟念念都在流转的 万法无智的 万法无智的 一真一切真 万净自如辱 这个如辱之心就是真实 你要去了之以后一个第八世的心 若能够如是见才是 无上菩提的自性 辱再去思维一两日 更做一个计来让我看看 就是说你有 你说的法都是在说义士啦 你要了之后面有一个第七世 第八世 那个第八世 他才是我们的子乳的自性 他虽然寒常染污的种子 可是他自己不跟染污的种子相应 所以不会 他第八世是无腹无忌性 只有左手五片性 他没有明言 他没有右手的欲胜解念定会 他也没有覆盖 贪嗔痴慢与恶见 贪嗔痴慢与恶见 是易根攀岩的 然后相应的 那义士又有六个根本环脑 还有五十一个新手法 然后第八世 无腹无忌性 只有左手五片性 是了众生心性 如此而已 所以你只都一直在谈意识的层面 你在一两日去思维 再做一个记者 我来看看 你记若入的门 如果写得好啊 我就赴你一波 然后神秀作礼而去 又经过了数日啊 做记也没有做成 可是心中仿佛 神思不安 犹如在梦中 行悟不乐 过了几天啊 有一个童子 与追访过 有一个小朋友 这个就是出家人 小敬人 一个童子 然后你追访里面过 因为六祖在那边冲衣 在那边那个 六祖在那边踏锥聪明 所以呢 听过这个童子 唱这个季 六祖一文 辨知 此季 未见本性 未见本性就是说 他没有谈到第八世啦 虽未蒙兽 还没有被他 被别人教授 早逝大意 就是说 他对第八世 本来就有一点了知 虽然还没有蒙老师 无主红人的教授 他早逝大意 竹问童子说 就是说 那个 宋约 这个何继啊 童子就说 你这个葛辽啊 不知大师 无子大师说 世人生死是大 欲得传父一波啊 令门人 大家都来写一首诗 来看看 若悟得大意 就付给你们一波 为第六祖 神就上座 再懒懒必尖书 写这个无相纪啊 大师令人 大家都要去称颂他 如果依着这死纪 去修行 免堕恶道 如果依着这个纪 真的是也可以 免下三恶道 无主这么说 是没有错的 身世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死死 情夫事 勿死 承安 自己如果有烦恼的时候 自己有错误 要使此去还行 所以如此 免堕恶道 以此继续修行 有大利益 然后慧能说 我也要这样子来学习 绝来生的一些福报 然后呢 就跟那个小朋友 那个敬人啊 就跟说 上人上人 称呼他 我也要 我在这边啊 踏椎已经八个月了 都没有到前面 躺前去 望上人 望这个称呼这个 这个小童子啊 称他上人 一般来说上人 从唯摩皆经里面 上人是要八地菩萨 以上才称呼上人啊 如果我们称呼别人 也尊称嘛 所以上人 上人 影至祭前礼拜 同志影至祭前礼拜 然后慧能说 我不是智 他可能是很迁虚啦 他认智不是那么多啦 就是说 慧能不是智 请上人为我读 那边有一个江州别价 因为那个赤 他说一开始奖金的时候 是那个 这个赤史嘛 就是说那时候的省长 啊 成长中还有其他的人 正好在那边 然后就是说 有一个江州的别价 就是赤史的跟从啊 我们可能叫做通判 差不多 那名叫张日用 变高声读 慧能文语 遂言 我也有一个祭送啊 望别价为我书写 别价说 你也做祭这个事情 真是稀有 然后慧能就向那个别价说啊 欲学无上菩提 不可轻易出血啊 就是说 慧能所以他还 他很悟性很好啊 他很会应对 就是说 欲学无上的菩提 不可轻易出血啊 下下人有上上志 下下人也可能 有上上的志位啊 上上人也有可能 埋没了自己意识的智慧啊 所以下下人也有上上志 上上人也有可能 埋没了自己的智慧 如果轻视他人 就有无量无边的罪过啊 那个张别叫做 好好好 你但送祭 我就为你说 这个张日用 所以活法里面 有的时候就会 时时刻刻 都会显现出表法 表法就是说 日用而不知啦 我们八个事都在身上 时时刻刻都在运作 你自己就不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日用而不知 若轻视人就无边的罪过啊 张别叫说 你但送我就为你写 可是如果你得法啦 你也要度度我啊 不要忘记了这个言语 慧能 那他现在设施前面 自己意识心的成分 他现在就站在 前面是讲有 后面就是讲空 就是若轻埃 就是杂染法 现在就是以清净法 认为站在第八世的角度 说菩提本无事 这个菩提 我的这个 第八世的心啊 他本来就像没有无数 就是不是设法啊 明镜亦飞台 他虽然有运作啊 可是他有 见机造用的功德啊 这个明镜 前七段是想要什么东西 我就能够演现现出来 明镜也飞台 他有见机造用的功德 可是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成呢 他本来就没有这一个东西啊 没有这一物 何处惹成啊 就是说如来这样 自信清净心 却含藏染污的种子 可是呢 他跟这些染污的种子 乌相干 可是呢 他会依着这些善恶为因缘 所以叫做因是善恶 果为无忌 他会依着这善恶的因缘 然后来变出你下辈子的无印生 所以他跟他有能生万法这种功用 可是第八四 他自己不会生起杂染法 不跟杂染法相应 所以叫做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成癌 他不会惹成癌 可是这一句是要站在第八四的角度来说 所以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成癌 可是他这一送这样子说就什么 就没有说出能生万法这种功德 他这样就变成无性 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样子就叫无一物 三界无一物 一切法空 这样说第八四也可以 如果你是站在第六四的立场来看 第八四是菩提本无是明镜亦非台 本来这一物要有说有自性这一物 所以这一物不会有尘埃 是这样 这样如果站在意识的角度说有一个第八四 他是有一个一物的 要不然你以后要开悟开个什么东西 你一定要去找一个第八四 如果本来无一物什么都没有 那请问有没有开悟这件事情都没有了 所以原则上为什么接着无主说 这样也不太好 所以殊此记与众中都很惊讶 无不切碳 各位都很奇怪 奇哉奇哉 真的不可以以貌起人 何德多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已经变成肉身的菩萨 就是说他是在世间是个菩萨人 还是个活人 所以称呼他为肉身的菩萨 那无主见大家都很精怪 恐人杀害他 那时候对明利心太强烈了 就是说就用鞋子把他插了 说也未见性 也未见性 这句话当然也有 有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说法 所以未见性说 他以第六四的眼光来说 他认为没有无一物 这样也不太好 因为要有这一物 你以后才要明心见性 如果没有这一物 你怎么有明心见性 一切法空变成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既然是人家 他依着前面这一说 可以说是说有 死死情副事 然后下面这一送的时候 他是在说什么都没有 是空 如此是本来无一物是可以 可是你这样子又掉入一切法空 就什么都没有 然后这样就说无自信 无自信怎么能够成佛 无自信 所以这样子跟他开悟 以后他开悟所说的这个五个 何其自信本自清静 何其自信本不生灭 何其自信本自具足 何其自信本不动摇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这样要互相回应 所以他写的这一送跟以后开悟说的 就有一点差别了 所以五主就把他用鞋子把他插了 为什么呢 就说这个也没有见性 因为他怕别人去杀害他 然后众以为了 大家就说五主就说不是了 大家就算了 去月那个五主就潜行 就秘密的走到那个追访去看五六主了 见惠能啊 聪明 妖屎聪明 他因为他比较矮小 那个就要从这边绑一块石头 才能够聪明 才能坐在那个悄悄板上 扣扣扣扣 然后 与约求道之人 未法旺区 对 修道之人啊 就是要辱取未法旺区的 就像当年的神光慧可 未法旺区在血中 立在血中 未求安心法门 所以就要未法旺区 然后他就说 你当去走旁 还是说你 那达摩就说 你未法旺区 可是当去走旁 这是不正确的言论 佛法以诱为准 你走边就是你不正确的观念 这个边剑斜剑必须先去除了 才可以立正确的之间 也就是说你要断我剑才能够得安心 那个神光慧可以为就是要去走旁就把自己的刀子就拿借刀把自己的走旁给走壁给去掉了 所以然后达摩就说你未法旺区那当然是可行可贺为止帮就帮他明心见性 当如是求道之人未法旺区当如是来问米手也 就是所以这边就开始你看五组就跟他打残疾了 哪一位说你都在冲米啊 那个米熟了没有啊 那六组就说米手久已有欠摔战 米是已经熟了啦 等一下还要再过摔摔一下子就好啦 那你从台语来说米已经熟了 只是欠摔战而已啊 欠老师这个过程而已啊 所以说米手久已我已经等候差不多啦 我已经在学佛这个路上 我已经一段时间啦 已经体悟清楚啦 可是还欠老师的印证 就是印证就是印心 我们说开悟了之后要有弄切金 试卷弄切金可以印尽你悟的这样对不对 啊然后呢五组就六组就说我已差不多了 我可是要经过老师的简单 确实印证可以不可以 然后呢六五组就是以仗及死 及这个地下的那个十锥啊三下就走了 然后六组就会祖师的义三谷入赤 就是晚上三更的时候啊 就是要就去见他的老师 不令别人见啊 就是说这边三谷日誓 然后呢五组就以袈裟 遮围就是以袈裟这样遮着 不令别人看见 未收金刚精致 硬无所住而生其生 会能言下大悟 啊这边有三个是 这一个主以袈裟周围 就是说他用袈裟周围的 这个意思是说什么 表示这种是比较佛陀的秘法 这也是避易的啊 不令人见 其实别人来见到 也不知道你们在说个什么啦 这是第一个 而主要这个袈裟周围的 就是说这个是秘密的方式 不令别人看到 这一种表法比喻 较外别传如此 然后呢 不令人见 无秘密 所以佛法基本上 也没有什么秘密 只是说表示这个要 学佛你要尊重 对这种东西要尊重 庄重其世 第二个 不令人见 未收金刚精致 硬无所住而生其心 我们金刚精都说 不住色生香 未处法而生其心 然后他现在从明星见性了之 有一个第八式的真如本心 然后呢 有八个是如此运作 是怎么运作的呢 然后呢 你的意识心 不要掉在色生香味处法 不要掉在过去 现在未来心 应该要怎么样 应该要意识心 要转移真如心的恶空人物 所以这边有三个 第一个 什么叫无住心 应住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所以就叫有一个叫无住心 就是真如心 他本来就恶空人物 然后第二层 应无所住 应该要安住在这个无所住的心 就是在依他其心上远离的变际直性 变际直性就是不住在色生香味处法生心 所以说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第三个生其心 如果你只是应无所住 这个样子就是什么 一念不生 这是物后的一念不生 然后呢 神秀的身如菩提事 心如明镜台 时时行乌事 物始有成 这是物前的一念不生 然后呢 他跟他讲金刚经事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是物后的一念不生 是应无所住 所以而生其心 就是要让这个起念头 要有起心去学进一步 七种性质性的心慧自见超超佛 这边要继续成长力的智慧 如果你只是应无所住 这样子就说我就是无事人 就掉在那个潮山式禁忌 第一个潮山式禁忌 不写墨省心出入 就过去的坏的习惯 不要再走了 不挂本来一 就是一的本来就是第八四 你就挂在第八四 这个时候就叫做 应无所住 就这样子 再生其心 就生其运作流转八四的心 去学习善法欲 去学习后得志 才有心慧自见超超佛的智慧生起来 如果你只是应无所住 就这样子停住 你只是安住在 我是个无事人而已 所以就是潮山式禁忌的第一种 叫墨省心出入 不挂本来一 那你就挂在那个本来一 说我是本来一 墨省心出入不挂本来一 何须正正 你一切万法都是由真心变现出来的 所以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他这样如此就清楚了 依着金刚心都不住在色生相畏处法 而生心是说你的意识心 不要掉在这六层上 也不要掉在过去现在未来 因为我们的意识心有三境 有限量的性境 然后有独隐境 有自己去想过去 自己去攀岩未来 自己去攀岩独隐境 这个是独隐境 然后还有第二个戴直境 去攀岩前面的性境 这个以心颜色式戴直 依着这个性境 加入自己的我职 我见的一半本职 依所缘 一半情职 依自己的见分 所以他就是戴直境 如果依着过去的法城 又可以进入戴直 独隐境 就好像黄昏的时候 看到远远的一条草绳 因为不清楚 就觉得看到一条蛇 这个蛇就是戴直 独隐境 这样子 所以你就掉在遍迹直性太多了 所以金刚经教 我们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最好都是安住真如西音 安住在明相 绝想 政治如辱 安住在政治如辱 不要在依他其性上 不要生起遍迹直性 就是原诚实性 虽然这样如此 是原诚实性 其实不是成佛的原诚实性 你只是次第成长 所以在依他其性上 远离遍迹直性 就是原诚实性 所以依着转移恶空人物 可是也是次第而已 到成佛了 才能够说完全都是原诚实性 所以六祖言下 就得到开悟了 就了之了 然后开悟之后 就是说 我依着明相绝想 政治如辱 而打破了这个 无始无名 而得了一个无生智 因为真如本来就无生 本来就是无相 所以依着真如 而得了一个无生智 这个无生智 是本来自信清静 所以他了之了 八个世的运作之后 知道背后一个真实心 他本来就如此 他是一切万法 会能言下大悟 一切万法 不离自信 都没有离开第八世的运作 所以连你第六世的三种境界 其实也都是第八世帮你生出来的 所以一切万法 不离自信 足起足言 何其自信 本来清静 何其自信 本不生命 何其自信 本自具足 何其自信 本无动摇 他这边可以分成两组 第一组就是何其自信 本来就清静了 然后他就是无负无忌性 然后何其自信 本自具足 就是里面所有的种子 都本来具足了 具足什么 无肉的有违法 无肉的无违法 有肉的有违法 然后最后都要转成 无肉的有违法 所以种子就是这两种 就是有肉的种子 无肉的种子 然后烦恼就是守之障的种子 守之障 还有烦恼障 就是如此 所以一切种子是本来具足 可是你要把它 把杂染灭祖 转成清静 所以何其自信 本不动摇 跟本不生命 这些都是一样的 所以何其自信 本无因 阳 何其自信 本无空 有 何其自信 本无上下 何其自信 本无长短 何其自信 本无来具 这边都可以 一直应对应对的 所以 那个 维莫结晶 就是这样一直应对 所以这个叫做 不恶法门 何其自信 非色非空 可是最后一个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他能够依着里面寒藏染污的种子 然后变出因是善恶果为无忌 这是一个义手果 然后依着义士的驱动 义根的驱动 能够留住七转式的种子 然后留住恶因习气 留住七转式的种子 又种子起现行 现行 熏种子 所以他能生万法 因为能生万法 所以硬无所住 而生其心 才能够安住在这个善法 正确的观念 而慢慢得到菩萨的七种第一异地 七种性质性的心会自见超超法 心的境界 会的境界 智的境界 见的境界 超恶见的境界 超子弟的境界 佛制道境界 这样才能够智慧次第成长 所以能生万法 所以如果硬无所住 而生其心 所以一定要生其心 不可以硬无所住 这样子就变成枯木石稿 可是误后的人 虽然说不是枯木石稿 可是你就是 你就是不会生出后面的 的心的智慧 后得之就不得兴起 所以呢 接着六五祖就知道他 五祖知他已经误得本性 就会告诉贵能说 不是本心学法无益 若是本心 建制本性 既名为大丈夫 所以呢 五祖这么说 不是本心学法无益 就是说 你必须了知八个事的运作 这样才叫做 事得本心 如果神宿大师 他就是一直指在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死死情无事 若死火尘安 这是属于意识形态的状态 所以他说 六祖 贵能 不是本心 学法无益 所以必须了知八个事的运作 如果你不知道这样子 你都只是在做一些福报而已 若是自新建制本性 就名为大丈夫天人师佛 就是说 你这样直了成佛 就能够直到成佛地 所以了知 你的依着你 以后就依着第八事的运作 如果你的根气很利 就久学菩萨 就是上辈子一直学过 你的根性很利 就立刻就能够 跟八个事相应 你再实信 实助 你可能三辈子已经学了 这一辈子又 所以每一辈子都要开悟 你每一辈子开悟 所以很辛苦 开悟的意思是说 你这一辈子开悟了 下一辈子来的时候 人家一说 你就进入这种状态 或是经书一看 你又跳到这种经历 所以 所以从实信满心之后 开始布施 持戒 忍入 禅定 精进 禅定 波了 就七柱明星 十柱见性 所以你一悟的时候 又到十柱见性 明星见性 如果你很厉害的 你可能一跳就跳到 十行菩萨去了 因为你上辈子 这边都学过了 所以每一辈子来 又要重新开悟一次 除非你大达 你修宿命通 或是你三地以上 有宿命通 或是你家修宿命通 要不然基本上都会如此 然后五行菩萨离痴忘行 就是你能正知入胎 正知出胎的时候 你还小时候还知道 我上辈子是个修行人 开悟的 可是因为书生之后 搞不好到十岁之前知道 十岁以后事情太烦躁了 你又忘光光了 又要重新再来 所以不是本心学佛无异 所以我们说 不是本心学佛无异 这个时候是 了之八个式的印作 这样子就称为禅法 然后禅作是在 安纳班纳法 是在六庙门 术水子观环境 或叫做九住心 九心住 那个出戏户境 调柔极境 降伏加任运 这个是九住心 禅定的九住心 是属于四禅八定 然后发起智慧 就是八个式的运作 可是相对的 你也要有禅定 你的观察力才会越强 所以你现在开悟明星 是在味道地定 有味道地定 才能够开悟明星会得力量 然后接着你又要进入 更高的出禅定 二产慢慢去体会 然后去相应 然后意识去了知 这样才能够更 智慧才能够更康广 所以才能够硬无所住 而升其心 让自己的获得志 更加开广 若是本心就是佛 就是大丈夫 就是天人 就是如此赤地 直到成佛 才说八个式都了知了 所以不去开悟了 就是佛 明星见性 记得成佛 不是这样 是说直了成佛 慢慢这样 直接一直走下去 最后终能成佛 所以三经受法 这个晚上三经的时候受法 人尽 人家都不知道 变传 顿教 所以顿教 就是说 教外别传 佛陀 脸花 加色 微笑 顿路 八个式了知了 原来是有八个式 如去运作的 集一波 所以六祖 五祖就给 告知他 还有一波 如为第六代祖 善自互念 善自互念 就是我们时时刻刻 也要善自互念 自己的什么 意识心 法身 让父自己的 前面他说 自信若迷 自信是不会迷的 可是我们迷了自信 让父自互念 就叫善互念诸菩萨 善互主诸菩萨 经常经常 善互念自己的善法 所以时时刻刻 跟善法相应 所以修行 第一个 心不动 人无我 法无我 然后相应 善法 如此 所以修行 最后才可以变成 二十一心圆满 所以 如为第六代祖 善自互念 善自互念 你的 真如法身 所以 你的真如法身是 其实不需要互念 他永远都在 可是 你如果一直去杂染他 所以叫做 法不属修 修行 道不属修 但莫污染 这是马祖道义的 道不属修 道修行 这不是修行 但莫污染 不要再污染他 或再染污他 这样就好了 你只是 时时消就业 莫再造新 把就业的章 不要再去造新的业障 你的修行 是不是越来越往清静的路向 这样就叫做 善自互念 然后开发自己的自信的功德的力量 的那个境界 智慧 所以广度有言人 所以我们才说 文书长处目 观音赛尔根 文书长处目的时候 四周 八个是在运作的时候 依着前五世六根门头就升起了内向分 然后呢相对的就升起了般若的智慧 所以用文书菩萨来表智慧 然后观音赛尔根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如来藏自信清静的心 他却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发起慈悲心气 告知他 让他也知道 所以善自互念 然后广度有情 这边就是要有悲至双运 留步将来 无令断绝 所以有情 所以吴主就说听我记 有情来下种 因地果还生 无情亦无种 无性亦无生 所以说有情来下种 所以佛陀来 因为灵敏沙伯的众生 都没有真正的佛华 所以他才来这边 告知我们佛陀佛华救度众生 所以叫做有情来下种 因地果还生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了知这种姿态 这种民心 适得本心 这样是不是对佛性已经清楚了 就是要做下种 大雨西皆明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佛性 可是要有正确的伐水滋润 才会萌芽 所以有情来下种 因地果还生 六七阴中转 五八果上人 最后都会成就佛菩提 如果无情亦无种 无性亦无生 如果这个就像石头 沙子木头 它是无情的 它也是无种的 所以无性亦无生 就没有办法生出智慧 所以相对的 这句话就叫做 不是本心学法无义 所以你一定要认同什么 你有一个第七事 第八事 所以你说你产门 你要不要去开悟 要开悟你要不要先认同 你有一个真如心 要 如果你不认同 有一个真如心 这样子就叫缺损了 在八个事里面 你缺损 你损意 维世学说 你损了 然后减损法 减损法的执着 然后意识心 把意识心当作真如 这个叫增加值的执着 这一两种值都不要掉在那里面 所以无情就无种 如果你不认同第八事 那你永远就不可能明心见性 所以无主就告诉他 昔日达摩大师 出来此土为之信 故传此意为信 代代相成 法则以心传心 所以昔日达摩大师 达摩大师在少林寺 那少林寺的时候 少林寺的开山始祖 是火土拔陀罗 在北魏孝文帝的时候 就来那边 然后北魏孝文帝 就帮他盖少林寺开市 所以火土拔陀罗 是少林寺的开山祖 然后最后又 梁武帝的时候 达摩大师又来 所以达摩我们就称为 禅宗初祖 然后达摩来到东土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还没有相信 这种禅法 所以就传这个依波 以为信物 代代相产 法则以心传心 皆令自物之物 所以这个佛法 就是以心传心 因为八个世 是你本来就有嘛 你也有 我也有嘛 我只是负责帮你 依着佛法 依着佛经 讲一讲 你体悟了 这个叫做自解自物 叫做以心传心 跟你本来就有的 我只是说一说 你自己体悟了 所以有没有得到什么东西 没有得 也没有失 因为你本来就有的嘛 所以既然是 没有得也无失 所以这个法则 以心传心 所以我们说 传心之后 你怎么知道 这个是对的呢 达摩德拉斯就是说 以嫩穴心的事件 去印心 你看经文 看一看 我的内心是如此 他也是讲这样子 菩萨无法三至性 八四二五 七种第一地 第七种性之性 你跟他相应 在依他起性上 远离的遍际之性 就是原成之性 然后呢 如此 就像 十二一年华 无明行 是 明社 六路 畜受 爱取有 生 老死 那没有 老死啊 就没有生 生是从哪里来 是有业 业是从哪里来的 从爱取有来的 爱取有是从 接触来的 所以你每一次 接触 六路 畜受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 不要再生起 遍际之性 那如此 就是自取 自心自悟 以心传心 皆令自解自悟 所以自古佛火 为传本体 思思密复本心 所以呢 所有的古代的佛啊 每一个佛 所以释迦佛 来沙佛世界 体悟了 开悟了 所以说 这个不是我释迦佛 唯一的 是古佛 就是这样传下来 我只是把古佛 走过的这条路 绞出来 告诉大家 所以叫做佛佛 为传本体 就是第八世的真实本体 假设没有这个东西 那你就整个佛法 或宇宙就没有办法建立 所以佛佛 为传本体 就是这个真实的佛性 而是叫如来藏 或叫做第八世 思思密复本心 每一个法师啊 互相出足 达姆大师 神光慧可 真灿 三主真灿 四主道姓 五主红人 然后呢 六主慧能 那六主慧能 就有蓝月怀让 蓝月怀让 跟清远行尸 然后最后又传的 五家七宗 林济归阳 朝动云门 法眼 就是如此 都是思思密复本心的 直到现在 所以自古佛佛为团 本体思思密复整心 一为阴端啊 到你这边 就不要再团下去了 若传这此一啊 命如闲事 因为大家会来 争这个一波 优优独播剧场